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是中午事件 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所有人都知道 这个毛岸英啊 在11月25日 11月25号 1952年的时候 1953还是52年啊 当时啊 蛋炒饭 然后来生火引来 美国的轰炸机 最终啊 自己给自己弄死了 这个事实 中共现在啊 中科院历史研究院 周六就10月25日 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 一则全长4分29秒的视频 说 还毛岸英烈士清白 说 毛岸英牺牲是因做蛋炒饭 生火引来敌机的谣言 最为恶毒 然后 他专门做了一个视频 说 英烈不容玷污 尊严不容亵渎 今天戳破谣言 澄清史实 尽到英魂 还烈士清白 这个 说这个 还这个视频啊 有个旁白 说这个谎言 漏洞百出 说强调当时的志愿军 根本没有米饭可吃 只能吃高粱米 并引述当时其他人 和目击着说法 指 当时 这是志愿军司令部 作战处副处长 杨 杨某 他们说杨某 就是杨 狄 他专门写了一本书 叫做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 显为人知的真实情况 他是参谋长战争回忆 明确的说啊 当时 就说的很清楚 当时他就是蛋炒饭啊 生活 然后 现在啊 这个中共 要替毛安音洗白 指杨某所转回忆录 关于毛安音牺牲经过的描述 根本经不起核实 然后啊 做这个事情 中共啊 历史研究院 专门为毛安音洗白 而 啊 这个 因为这个啊 10月25日 你看啊 网上 所有的 在大陆啊 都用蛋炒饭 啊 来 来祭奠 是吧 不是祭奠毛安音啊 是感谢 感恩 你看这里有则说 可以说是感解啊 感恩美国 当时 把毛安音 给轰炸 弄死了 避免了中共啊 中国大陆 复刻 朝鲜的 金师王朝的 金师王朝的悲哀 否则 毛安音就是 毛二代 甚至毛三代啊 他将世世代代延下去 就跟现在 现在这个朝鲜一样 这本书 杨迪这本书 有中文版英文版 所有人都可以看到 啊 他说的这个 所有的情节啊 前后都是 连贯的 这个毛安音 啊 这个蛋炒饭 这个事情 在江湖时代啊 在邓时代 说实话 都是公开可以传播的 一点事都没有啊 因为 这个 大家都庆幸啊 包括 哪怕江和湖都庆幸 幸亏没有 毛安音啊 幸亏毛安音死了 要不然 中国 就是说白了 就是改革开放啊 邓小平的路线 否则 如果没有啊 这个 毛安音之死 中国不可能 有现在啊 改革开放这一说 但是习现在 习啊 你看 这就是彻底 要替 毛安音 啊 来洗白 表面上是洗白 毛安音 实际上是洗白 是什么 毛时代 的那种文革 啊 为 毛时代的 那种 惨无人道的 这个文革 以及啊 各种阶级斗争 来招魂的 来洗白的 洗白了 毛安音 他就可以洗白 整个 毛时代的 这个文革 时期的这种 残酷啊 残忍的斗争 残酷的斗争 为什么要这样 洗白这个 其实 也是就是为 下一阶段 是吧 中共 即将面临的 和全世界 主流国家 他和中俄结盟 中俄一邪恶周星 是吧 和全世界 作对 最终 一定会走上 啊 那个时代 一样啊 做 对内 叫做 战时的各种 各种 斗争 阶级斗争 人斗人 进入到那个时代 来做准备的 让 民众啊 在认知上 感恩 毛时代 是吧 这就是 他的一个大背景 当然了 咱们尼尔先生啊 作为台湾人 可能 对于这个毛岸英 是因为 蛋炒饭生活 引来敌击啊 这个 我不知道你们台湾 台湾人 对这个了解多少 尼尔先生 呃 其实对毛岸英 这个故事啊 台湾人 其实知之甚少啊 因为毕竟 这个属于 共产党那边 才会 比较有 在 宣传的东西啊 台湾这边 事实上 在早期 蒋中正时代 甚至于 关于共产党的 任何的 任何的这种 所谓的文书 或者是报道 都是禁书啊 禁 这个 都是被禁止之类啊 所以其实 关于毛岸英的 这些所谓的细节 都是比较晚近 甚至晚近十年 才慢慢的 被揭露出来 可是事实上 因为其 台湾人 在 这部分 跟共产党的这些 呃 整个 整个的 衍生的历史背景 比较少在接触 所以 其实 大部分台湾人 对共产党是完全 十分陌生的 然后先换给路德 好 当然了 咱们 这个主要的话题 不仅仅是这个 主要的是 由这个啊 来牵扯什么呢 就是所有的啊 为什么咱们说 跟台湾事情 是相关联的 因为台湾 现在正在 2024年的总统大选 啊 这个 在总统的这个 大选上 中共毫无疑问 在全面的 想方设法 干涉 台湾的总统大选 无论啊 什么蓝白河啊 破局 那你们看看 柯文哲 找的这个副总统 叫星光 啊 你有先生你知道吗 在北京 有一个百货 就是属于星光的 一个很 现在很火的一个 商场啊 商场 并且他在 中国大陆 星光集团 有 有三四个这样的 大型的商场 啊 和 并且星光 还和这个海航集团 2009年就合作 成立了星光人寿 在中共过 卖保险 所以这个柯文哲背后 其实暴露的 就是中共 那关于这个 侯友宜 那都毫无疑问 那百分之百的 国民党 国共合作 这是所有人 都很清楚的 无论啊 这个诸汶 这个马英九 回到大陆去招魂 是吧 什么技术啊 不就招魂吗 还包括什么朱立伦 还包括 这个夏 什么副主席 到大陆 不断的和中共 国台办的联络 中联部的联络 你就知道 他背后就是中共 但中共现在 在总统的位置上 想破局 难度 有大 现在来可能就是想 在立法院 如果立法院也失败的话 我告诉大家 中共很可能 会可能会动武 你这点相不相信 牛先生 当然这个我完全会 我完全不会怀疑啊 因为其实本身来讲 这金融体系 其实像这一次 从远从大陆开放时期 我们台湾有很多 不管是 当然公营的这些银行 是比较晚近 可是这些民营银行 一定是设法去 为了这些台商 为了要服务他们的这款服务 其实进入中国 一定是经过特许 所以说另外一方面 除了服务本身 这个所谓的台商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他们也会 藉由这些管道来接触 这些所谓的中共的这些领导阶层 另外一方面是 除了就是拉关系以外 然后其实我觉得 中共也藉由这样的一个 所谓金融管道来间接的 去掌握台湾的金融环境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点 我完全都不怀疑 而且其实 像这个所谓的国泰啊 不只是星光啊 国泰啊 还有甚至有玉山啊 这些事实上在台湾名列前茅 这些所谓的民间的金控啊 事实上跟大陆的这些生意 往来都非常密切 所以说事实上 包括这一次这个大陆 这个所谓的房地产的 这个崩盘啊 我相信其实台湾的这些 金融业应该都很受伤 可是媒体 我们这些台湾的媒体 完全都是不会报道 好 先换给路德 这个我们啊 在说到这个中共情资的时候 除了这个蛋炒饭啊 这里还有一个 台湾有一个明星 叫做吴佩慈 应该知道吧 是台湾人啊 哦 这有听过 对 对 她 她的丈夫叫做纪小波 在11月24号 被中 北京市第一级人民 中级人民法院 发布啊 说纪小波主导的 恶势力犯罪集团 被公安机关捣毁 纪小波姨妈 作为主要成员 被判处 尤其徒刑8年6个月 并处罚禁 人民币20万元 她这个姨妈 叫做崔丽梅 等15人 犯开设赌场罪 寻刑滋事罪 非法侵入住宅者 催收非法债务罪 运送他人 偷越边境罪 一案作出一审判决 以开设赌场罪 判处 崔丽梅 有期徒刑 8年6个月 并处罚禁 20万元人民币 以开设赌场罪 寻刑滋事 等等啊 这个什么 申中莲 杨坤华等 14人 有期徒刑 7年6个月 然后 纪小波 另案处理 董某某 另案处理 共同和分别组织 被告人 崔丽梅 等 三人 现在等于说啊 说崔丽梅 等15人 在纪某某的组织下 为实施违法犯罪 长期纠结在一起 形成恶势力犯罪集团 多次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为非作恶 欺压百姓 扰乱经济社会 生活秩序 造成恶劣影响 这个纪小波 实际上就是 大陆人啊 所谓的出云人香港 什么香港 融会资本有些公司 有投资矿业环保 房地产 有博彩 用百亿新台币资产 吴佩茨 1978年10月出生 以中国台湾 毕业于天主教 辅人大学 中国台湾女歌手 演员模特 主持人作家 说吴佩茨先后六年间 为纪小波生下 两儿两女 204年生下 什么大女儿 叫Hillary 15年生下 大儿子 17年生下小儿子 20年生下小女儿 但两人并未结婚 此前媒体还曾报道过 纪小波 遭债主 入比香港高端法院 追讨欠债 无猜不配此 站出来 霸气护肤 这个据报道称 纪小波友人 冯与峰 应对方口头要求 多次借款 与纪小波 并在去年一月 协商借款 一亿港元 约定于 当年12月抵还 不过纪小波 没有遵守 还款约定 预期为 仍未偿还债 朋友无奈求助法律 追讨一亿本金 及利息 这个42岁的 吴佩茨 知名度 能挤身流量行列 有媒体称 主要就是 纪小波 这个推波助澜 这个是中共 2023年10月24日 的这个案件 纪小波 据我们了解 他在这个美国 美国这个塞班岛 也专门开设了赌场 他主要更多的 其实他是帮中共 在美国 在做很多事情 在塞班岛 在运作很多 情报方面的事情 中共的这些案子 大家千万不要 表面看这些案子 很多就跟那锅一样 都是表面上 给他在国内 做个这案底 然后呢 实际上是配合海外的 各种行动 就跟国文贵一样 纪小波 那绝对啊 是 在澳门 有极大的影响力 澳门当时啊 他就是 开始那种 贵宾厅 贵宾厅 然后呢 他之所以 在国内啊 如此猖狂 是吧 到处 又是开赌场 在国内都开赌场 这个 主要是有后台 现在啊 很多人说 哎 季小波倒了什么 但是我觉得 要从另外一个 更高的方面去看 中共经常会演这样的戏 啊 牛先生 分享一下 你怎么看 呃 其实这个 呃 应该说 这些所谓的 不管是在台湾长大啊 那本身来讲 他们可能是 呃 在中国人 在台湾的第二代啊 那 藉由这些所谓的 呃 台商的一个关系啊 在美国 甚至于在美国落脚 然后 呃 甚至于在 往来往 频繁的往来于 这个所谓港澳之间啊 这个事实上在 早 早期 那香港还没有 整个这个 1997年 还没有回归中国的时候 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啊 所以说事实上本身来讲 这个所谓的 像那个 间谍活动啊 事实上也是最热门的时候 那事实上我 我我 我镜像中 好像那个 蒋经国还曾经 为了就是说 所谓的跟那个 中共这边来做联系啊 事实上派了很多 呃 可以沟通的人 也是借由香港跟港澳 这些管道去啊 所以说 其实来讲 我觉得 其实像刚才路德所介绍的 这个背景啊 我一点都不会怀疑 因为本身这个都是有历史 一个脉络跟传承的 那事实上台湾方面 对这方面 事实上 呃 在早期都相当于一个 所谓的禁书啊 禁言啊 那 这种东西都是非常 呃 比较 比较那种 所以私底下的一种 一种 呃 安排啊 所以说 在媒体上 在就台湾的百姓来讲 对这是 真的知之甚少啊 所以说 其实 如果说 随着这个中共的这些 许多这些内情 慢慢的透出来的话 我相信会有带来更多惊人的消息 好 先换给路德 好 关于这 呃 这个中共情资啊 就这 这几个方面 给大家分享一下 待会我们再来谈谈啊 国际形势 好 谢谢廖先生 待会我们再来谈谈国际形势 再见 谢谢 对 Blue 组 路 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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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コ